大家好,我是香港仔科會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的郭姑娘 我開心和大家見面 在上一段影片中,跟大家介紹了蟬妖畫 不知道大家在家裡有沒有試試畫呢? 有很多長者和護老者都跟我說想嘗試畫 不過裡面的步驟好像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在以下這段影片,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詳細的畫圖案的步驟 希望大家會喜歡 在畫蟬妖畫之前,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基本的用具 有畫蟬妖畫,有以下這四樣的基本用具 第一樣是紫磚,其實是一個畫紙,是一張卡紙 第二樣是針筆,第三樣是鉛筆,第四樣是紙筆 針筆有什麼用途呢? 在我們畫一些圖案的時候,都會用到針筆 它的針頭比較小,所以它也有分不同的針頭的大小 這支是0.1的,我畫出來是比較幼細的 有分黑色、啡色和其他顏色都有 我們這次主要是用黑色的,0.1的針筆 第二樣呢,剛才說過就是鉛筆 鉛筆是用來怎樣呢? 鉛筆是用來畫邊框,邊框的時候就會用到鉛筆 還有打一些暗線,暗線都會用到 就是鉛筆 另外還有一個好幫手就是這個叫紙筆 紙筆我們主要用來做陰影部分才會用到 就是當我們掃了這些鉛筆的時候 我們可以揉開它,或者叫推開它 就會看到有一點鉛筆化的感覺 就會做到陰影的效果 這個就是紙筆 主要就是這四個基本的用具 現在就示範畫這個閃耀畫了 我們有這個畫磚,這個紙磚 就可以轉下去了 好,然後我們首先在四角點四點 隨意點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把四點就用線黏上去 你說不直也不要緊 都是隨心而已 對 我都不揉手,可以轉一轉去 好,成了一個邊框 畫完邊框,然後第二個步驟 就是畫這個暗線 暗線你想怎樣畫都可以 跟上一段影片我們說過 我們可以畫一個好像英文字母Z 這樣把邊框裡面的範圍分成四部分 好,我們用完鉛筆 畫了四點邊框和暗線之後 我們就要轉筆了 轉筆我們就會用這個針筆 對了,剛才介紹過的針筆 這次我們畫一個圖案 先示範第一個圖案 我們就會畫一個圖案 叫做立啟公路 對,好像一條橋公路一樣 那怎樣畫呢?很簡單 我們就會在這裡開始先畫直線 這樣,看到這裡有三條路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些路底下 再加一些直線 每一次都是踏上面那條路 表面就不要畫穿它 在下面過的 好,都看到了吧 那我們再畫一條,好嗎? 好,這個就是一個圖案 好,畫完一些大的圖案之後 我們就轉筆了 就用來要轉圓筆 跟它畫陰影了 這個立啟公路的陰影 其實主要就是在這些直線旁 我們就用圓筆輕輕 然後再用紙筆 就完成了 好,接著我們就畫完第一個部分 就畫第二部分 我們想要畫這個三角形 這次我們畫的圖案 就畫一個像波仔一樣的小皮球 那小皮球怎麼畫呢? 其實隨意在一個地方開始 你讀了,各位 就畫一個大約橢圓形的波仔 那波仔中間呢 可以分三部分 中間就畫它 這個就為之第一個波仔了 那就是這個波仔旁邊 我們又可以畫一個波仔 其實可以大可以小的 就畫第二個波仔 可以大可以小的 其實 然後波仔也是這樣畫的 那些波仔也是這樣畫的 就畫了 就是這樣畫的 用完針筆畫圖案後 用圓筆把陰影塗在圖案上 每個同一面的底部 用圓筆塗上去 之後用紙筆慢慢擦開圓筆 營造陰影的效果 用紙筆塗滿空白的位置 用紙筆塗滿空白的位置 營造立體突出的效果 用紙筆塗滿空白的位置 營造立體突出的效果 完成 接下來我們就畫第三部份 接下來我們畫這個有點像街磚 街磚 然後打直 然後我們在每一個黑塊的左下角 然後到斜角 也不夠斜 畫一個小的正方形 然後我們在每一個正方形 這裡就揉黑它 然後我們可以畫一條直線 去斜角那裡 好了 畫完這個了 圖案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陰影了 加陰影部分 這次呢 我們就很特別了 陰影 就真的揉進去 對 就揉這個 再揉這個 這個梯形 對 剛才揉了一條直線 就揉上面這一部分 然後我們就揉這個 邊框 最後一部分 就是第四部分 就揉了 好 然後我們就揉這個 邊框 最後一部分 然後我們就揉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位置 我們又好像剛才這樣 就可以畫一些 橫線 直線 橫線 直線 像個井字一樣 我們就轉轉地 就看到一個交叉 對著自己 看到這個交叉位呢 我們就在這個交叉位的 小小的 這裡 畫一個小的 正方形仔 對了 這個圖案呢 是源於一些 廚房用的街磚那裡 所有靈感而創造出來的 這些位置都可以補多一點點 那這些正方位呢 我們就揉一下去 然後我們就畫陰影了 陰影很簡單 我們就會在這些 旁邊這些位置 用圓筆畫一點點 用手指出開去 好 這個部分很簡單 就完成了 好了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圓筆畫 我們所分的四個部分 其實這張卡紙 很大的 其實旁邊自己 都可以 再加些東西 都可以 那 其實完成了 的時候 我們最後 就要在這裡簽個名 簽名之前 我看到這裡有個吉位 又來中秋節 所以 這張畫 我們在上面可以 加句 中秋節快樂 好 那 那 自己呢 放在家裡看就可以了 你說當一幅畫 送給朋友 都可以的 親朋友 都可以 對 最後就在這裡簽個名 就可以寫回現在的 2020年 對 簽個名 就可以欣賞自己的作品 好 那 這段片段就去到尾聲了 那 希望大家 剛才看了 閃耀畫的繪畫 一些步驟 都可以回去試一下畫 那 記得 閃耀畫 就沒有對錯之分 那 每一筆每一畫 都是很獨特的 好像我們人一樣 每個都不同 那 都不用怕畫錯 因為畫錯 都會再改回去 那 好像人生之中 我們繼續 不斷地畫下去 那 好 那 如果大家 都試了畫 都歡迎大家 將你們的作品 在我們的Facebook 留言給我們看看 那 而大家如果喜歡這段片 都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或者分享給朋友看 那 最後 祝各位老友 身體健康 心靈健康 還有最緊要 來緊中秋節 祝大家都中秋節快樂 好 有機會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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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